3月13日,香港《经济日报》分析说,中共在地缘政治上失误,使自己处于被动状态。当韩国、朝鲜和美国绕过中共,为美朝领导人历史性会面打开窗口的那一刻开始,中共急连输三张牌。输掉第一张牌是地缘政治影响力。韩国川针引线,并且宣布川金会有望即将登场,反映韩国已取代中共成为朝鲜传话人。 这背后反映中共对朝鲜的影响力,以及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话语权均减弱。输掉第二张牌是中美贸易筹码,川普政府一直把对华贸易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处理。如今美朝直接对话的窗口已打开,美国无需买中共的账,在经贸问题上或对中共更强硬。输掉第三张牌是一个鱼半世纪的战略屏障,中共一直把朝鲜作为自己的战略屏障,朝鲜1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鸭绿江至三八线的230公里直线距离,自韩战后一直有效分隔开中共与驻韩美军保障了中共安全。如川金会登场,这一战略屏障将被打破。 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叶荣8日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发布重大声明称,川普将接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见邀请,在5月底之前与金正恩会面已实现永久无核化。 在此之前的3月5日,由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叶荣率领的十人特使团,前往平壤访问。特使团6日从平壤返回熊尔后,青瓦台当天即对外发布消息称,将于4月底在板门店的和平之家举行两韩高峰会谈的消息。 3月9日,英媒BBC援引香港领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张博会的话称,北京对朝鲜的制裁,对此次美朝会谈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北京是参与者。 但未来北京或许无法掌握,甚至提前了解美朝谈判内容,可能会被边缘化。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雷表示,过去中共一直尝试担当朝鲜和美国的调停者角色,目前改由韩国负责,中共大多时候被排除在外,对此可能感到不满意。 中国时事评论员邓玉文指出,朝鲜愿意同美国会谈,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的制裁起到了作用,没有北京和美国的参与制裁打不到这个效果,但北京没有发挥直接作用。 邓玉文认为,中共目前地位尴尬,一边配合美国制裁朝鲜,同时为避免朝鲜出现动荡,也在对朝进行援助,但美朝都不领行。 近一两年来,北京多次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草案。而朝鲜将安理会的制裁,改称为中共对朝鲜的制裁。 去年底开始,朝鲜国内开始宣传中国是千年宿敌。而中共一边配合美国制裁,一边暗堵陈仓向朝鲜输出石油, 且多次被抓现行,也惹怒了川普。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专家张连贵表示, 北京的战略已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中国应努力采取行动防止朝鲜滑向美国。 中共全国人大11日通过宪法修订草案,其中删除国家主席限制,习近平确定可以无限期执政,引发国际国内极大争议。 处于争议核心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似,在中共两会期间通过数度落团讲话,隐约做出回应。 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先后参加内蒙古团、广东团、山东团和重庆团的审议。 其中3月7日在广东团审议时,习近平首次公开表示完全赞同宪法修订案草案。 8日上午,习近平在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针对山东省长公正,只要有工程不必在我的思想时,称工程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代证,不作为。 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时事,也要作为后人做铺垫,立场远的好事,必要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香港明报11日引述消息人士的分析指,习的这番话是对修宪被指示复辟终身制的回应。 中共人大召开期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一直是最大争议,修宪通过后国际媒体迅速大幅报道,对这种开到车的做法纷纷质疑和批评。 而在国内当局则采取空前的信息封锁。评论认为,目前中共正面临内忧外患,随着修宪,中共政治动荡斗然加剧。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撰文称,习近平中共体制下的内部极权手段,不仅遭到外界强烈抨击,也给政敌制造了对抗和挑战的借口。 造成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政治局势动荡加剧。同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民众对于中共严控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 夏小强称,中国目前的当政者,如果继续死抱着马克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不放,无论如何努力都是费尽心机,不仅一事无成, 还会被共产主义死死捆绑,继续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个人最终也会身败名裂。 而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在世界的灭亡,是大势所趋。 只有抓捕中共最邪恶腐败的总代表江泽民,主动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权, 与普世价值接轨,回归传统,才可以摆脱危局,使中国社会平稳过渡到未来, 同时承秀自己的历史地位。 3月11日下午,中共全国人大进行宪法修正案草案投票表决, 结果以2958票赞成,两票反对,三票弃权和一无效票,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 其中包括备受舆论关注的删除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 这意味着续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将长期执政。 中共第13届人大第一次会议13日上午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 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建议表决稿。 下午3点,2900多名代表投票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 结果以2958票赞成,二票反对,三票弃权,一票无效,高票通过了修宪建议, 包括取消国家主席政府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 并将其思想写入宪法序言。 早前中共中央委员会公布,有关修宪建议共21项, 当中包括,将宪法第79条第三款国家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修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删除了不得超过两届的字眼。 同时,把习近平思想等,由习近平提出的理念写入宪法序言, 并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委员会主任不得连续任职超过两届等。 此次修宪是中共现行宪法自1982年施行以来第五次修改, 距离上一次的2004年修宪已有14年。 修宪表决采用不记名实体选票投票, 表决票上有赞成、反对、弃权三个选项。 代表们需在秘密写票处使用统一发放的专用笔投票, 随后把选票垂直投入票箱,再由电子计票系统计票。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大代表赞成及通过。 此次修改宪法, 删除有关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意味着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完成第二个任期后, 仍可继续连任。 旅美文化学者、政论家吴作来指出, 新的宪法颁布执行, 意味着习近平是永远的中国国家主席, 任何人对他的批评都是违法, 而且违法的是宪法。 他说,习近平如果不玩极权, 他后面的安全问题、崩溃问题都会很快到来, 他现在是想通过极权, 来实现个人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安全。 人大会议后, 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习近平手中。 旅居美国的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说, 如今中共在此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宪法, 意味着以后水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恐怕就不只是意见不同或不守政治规矩的问题, 而是违法违宪。 他说,这样做等于是直接把政治反腐纳入宪法, 对于那些威胁到中央现行统治的高官或中共党内的帮派势力, 则无需仅靠复杂缓慢的经济反腐去予以打击, 而是可以直接利用政治反腐迅速拿下对手。 而习近平把党领导一切写入宪法来进一步集权, 中国必将面临一个难以定论的局面。 唐靖元表示, 就反腐来说, 习近平将拥有更强力、 更方便的武器, 但一旦这种强权失控, 很可能就是文革一年堂, 政治帽子满天飞的时代重演。 北京当局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马上将面临人大表决, 而中共内部博弈似乎仍在继续。 曾经证明量子力学发展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中科院院士和作修, 日前接连发声, 反对去除任期限制。 3月9日, 何作修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 通过引用袁世凯和邓小平的势力, 反对北京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他认为, 目前宪法有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但党章并没有限制总书记任期, 已经为领导人的人选保留了足够弹性。 何作修指, 他对宪法草案没有投票权, 但近期曾致电宪法修正案起草小组的一位成员, 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实际上, 早在2月28日, 就由海外中文媒体以所谓来稿的形式刊出一篇报道, 称何作修坚决支持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 但是修改宪法需广泛征求意见, 疑问妥慎重。 来稿中还称, 何作修特别提到了平昌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惨败。 海外社交媒体上, 有网友肯定何作修反对修宪, 称其为祖国的伎俩, 但也有网友回应说, 别搞笑了, 何老的著名大作是用量子力学证明三个代表。 还有网民指, 应该说他是坚定的江派, 从法轮功到三个代表道反修宪, 都是江派的立场。 公开资料显示, 何作修2001年曾发表论文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提系。 论文摘要终称, 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 论证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理论, 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 何作修被指示江派前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 当年二人为了配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 不断挑拨事端。 与何作修反修宪类似的是, 香港凤凰网评论部3月7日一篇特别社论, 呼吁人大代表投票要为历史负责, 暗示对修宪投反对票。 而江泽民长子江绵恒被指凤凰卫是股东, 共网信办整肃。 港媒披露,2月25日, 新华社英文版因强暴修改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遭整肃, 而中宣系统历来是江派掌控的地盘。 世界门新闻网mnewstv.com 新主任张博会的话称, 北京对朝鲜的制裁, 对此次美朝会谈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这个角度讲北京是参与者, 但未来北京或许无法掌握, 甚至提前了解美朝谈判内容, 可能会被边缘化。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雷表示, 过去中共一直尝试担当朝鲜和美国的调停者角色, 目前改由韩国负责, 中共大多时候被排除在外, 对此可能感到不满意。 中国时事评论员邓玉文指出, 朝鲜愿意同美国会谈, 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的制裁起到了作用, 没有北京和美国的参与制裁打不到这个效果, 但北京没有发挥直接作用。 邓玉文认为, 中共目前地位尴尬, 一边配合美国制裁朝鲜, 同时为避免朝鲜出现动荡, 也在对朝进行援助, 但美朝都不领行。 近一两年来, 邓先后参加内蒙古团, 广东团, 山东团和重庆团的审议。 其中3月7日在广东团审议时, 习近平首次公开表示完全赞同宪法修正案草案。 8日上午, 习近平在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 针对山东省长公正, 只要有工程不必在我的思想时, 称工程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 代证, 不作为, 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时事, 也要作为后人做铺垫, 立场远的好事, 必要不计较个人功名, 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 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 香港明报11日引述消息人士的分析时, 习近平的这番话是对修宪被指示复辟终身制的回应。 中共人大召开期间, 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一直是最大争议, 修宪通过后国际媒体迅速大幅报道, 对这种自己的战略屏障, 朝鲜1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鸭绿江至三八线的230公里直线距离, 自韩战后一直有效分隔开中共与驻韩美军保障了中共安全。 如川金会登场, 这一战略屏障将被打破。 韩国清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叶荣8日在白宫举行记者会, 发布重大声明称, 川普将接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见邀请, 在5月底之前与金正恩会面一实现永久无核化。 在此之前的3月5日, 由清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叶荣率领的识人特使团, 前往平壤访问。 特使团6日从平壤返回熊尔后, 清瓦台当天即对外发布消息称, 将于4月底在板门店的和平之家举行两韩高峰会谈的消息。 3月9日, 英美BBC援引香港岭南大学亚太研究中, 3月13日, 香港经济日报分析说, 中共在地缘政治上失误, 使自己处于被动状态。 当韩国、朝鲜和美国绕过中共, 为美朝领导人历史性会面打开窗口的那一刻开始, 中共集联输三张牌。 输掉第一张牌是地缘政治影响力。 韩国川争引线, 并且宣布川金会有望即将登场, 反映韩国已取代中共成为朝鲜传话人。 这背后反映中共对朝鲜的影响力, 以及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话语权均减弱。 输掉第二张牌是中美贸易筹码, 川普政府一直把对华贸易问题, 与朝鲜问题捆绑处理。 如今美朝直接对话的窗口已打开, 美国无需买中共的账, 在经贸问题上或对中共更强硬。 输掉第三张牌是一个鱼半世纪的战略屏障, 中共一直把朝鲜作为北京多次在联合国投票 支持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草案。 而朝鲜将安理会的制裁, 改称为中共对朝鲜的制裁。 去年底开始, 朝鲜国内开始宣传中国是千年宿敌, 而中共一边配合美国制裁, 一边暗堵陈仓向朝鲜输出石油, 且多次被抓现行, 也惹怒了川普。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专家张连贵表示, 北京的战略已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 而且中国应努力采取行动防止朝鲜滑向美国。 中共全国人大11日通过宪法修订草案, 其中删除国家主席限制, 习近平确定可以无限期执政, 引发国际国内极大争议。 处于争议核心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似, 在中共两会期间通过数度落团讲话, 隐约做出回应。 中共两会期间, 习近平